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水法提出 建议将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十二年义务教育 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 推行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全免费教育 河水法建议取消中考 将教育的指挥棒真正指向素质教育 实行普通高中就近入学 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同时实行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杜绝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 让孩子真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好 在这位委员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当中呢 最引人关注的 最抢人眼球的就是取消中考 那各位觉得现阶段取消中考是不是可行 来听听欧阳老师 我认为不现实也不可行 我想起的这个黑格的一句哲理名言就是存在就是合理 这个中考跟高考存在已经几十年了 尽管我们也发现这个中考跟高考的很多弊端 但是呢在目前还没有能够找到一种 更合理 更公平地进行选拔人才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呢 贸然把这种考试方式取消了 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我想我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今天早上在课前呢 跟我的学生进行的探讨 怎么样 那想不到怎么样 这个56位学生 只有一位学生支持取消中考 55位全部反对取消中考 所以就这个现象来看呢 我认为呢 如果取消中考的话呢 他完全也缺乏一种社会的一种 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 对 所以这根本不可行 他要这个提出取消中考 其实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 能够以此来提升素质教育 也就是说腾出你去备战中考的那些时间和精力 能够多进行素质方面的一些学习和积累 那我觉得说何委员这里面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逻辑关系 第一个是他的目的是实行的是有一个话叫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 要在高中推行义务的免费教育 那么这个义务免费教育是不是一定要取消中考呢 难道这个考试阻挡了你12年义务教育吗 第二个呢概念就是说素质教育和考试之间 它难道就一定是一组矛盾吗 当我们推行了 一个很具体的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是为了应付考试 可能我今天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学这个应付考卷 或者是教材上的具体的这个 比如说语书音这方面的一些学习内容 那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些考试的压力 可能我就有精力去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 那这里面就第二个概念了 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那你这里的说难道我语书音就不是一种素质吗 曾经在网上很流传的流传了很广的一份 台湾国语考试试卷 大家都被业界人士称号 因为那里面涵盖了生活常识 文学常识文化常识 当然也有语文方面的很多知识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 它就是一份很典型的素质教育的一份考卷 那么当我们说到素质教育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语书音这些文化科考试排除在外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弱智的想法 当我们在社会当中一说到素质教育 一说到这个孩子有素质的时候 你会想到它是才艺吗 不要把素质教育等于才艺教育 我觉得这是要搞清楚的第三个概念 第四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讨论说 取消高考能够促进素质教育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中考是为了什么 中考是说在经过初步筛选以后 选拔出一些人才 把他们分流 一部分适合职业教育 一部分走向的是高考 如果你高考不改革 你让来一下子把中考改革取消中考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现在的小学取消 小生初取消考是一样的 那么请问小学生的压力减轻了吗 小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了吗 我想这就是一个 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 可以得到的结论 好 杨毅 针对这个黎爽老师的说法 您有什么样的意见 宇宿英是素质教育 但不是唯一的素质教育 对吧 你现在把它变成了唯一的素质教育 所有的这些就是考这些 然后就是考这个素质 那别的素质就没有了 音乐体育什么历史 记住 这个专家可能是 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他可能是画家或者是搞艺术的 他会发现把我的孩子 硬逼到那个宇宿英三个地方去了 别的没有了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中考取消了 才能够推动素质教育 如果不取消 取消不等于百分之百就能够推动 但是不取消是绝对绝对不良 而且是越令越厉害 最后我们的素质就剩宇宿英了 别的都没了 别的孩子也没了 你凭什么说你考的优秀的孩子 就应该去做武器书银 而不应该去做职业教育 对不对 你不能把这样分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分的 那边进到这个名校的 那就是最好的学生 然后那个最差的学生 搁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 然后我们职业教育 永远没有优秀的工人农民 按现在的中考给人的感受就是说 你要通过中考 然后拿到高的分数 才能够进到所谓的你所在城市的那几所名校 如果分数不够高 或者是更低的 你可能只能选择所谓的职业学校 目前的这种方式的就造成一个很大的结果 就是人为的分的等级 就把这样的优秀的学生就集中到这个普高去 那那些不太优秀的学生 那如果说没有中考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 是不是就是说 大家也就不要去再争所谓的 一定要钻到名校里面去了 大家这个都是义务教育 12年义务教育 是这个提议是这样的 那你就不用中考这样一个考试的一个阶段 是不是就按他的说法就近 就直接到你跟你上初中比较近的学校 直接升上去 就没有了一个拔尖 这个掐尖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就目前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首先一点是什么 是这些学生他如何选择 还有那高中如何选择 都存在一个两栏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初中阶段 它是基础教育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当中他必须考虑 为高中的学习打好基础 所以如果没有通过这个中考的方式 来检验这个他初中的这个 知识掌握的情况来看呢 那把这个学生呢 或者是不合适的学生 都上到高中去的话呢 结果呢会怎么办呢 他缺乏了初中的基础 还要在高中花大量的时间 给他补课 这显然是行不通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呢 很多学生和学校 都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 就是所谓你要考上 所谓民高中的 这些相关的硬性的课程当中去了 所以就淡化了素质教育 那么提出取消中考 就是想把这个淡化的素质教育 能够再提升起来 那么按照这位委员的说法 就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 中考已经成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拦路时 那么取消中考 是不是说咱们的素质教育 就能够得到落实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 何水法认为中学阶段 是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 然而我国现行义务教育 止于初中阶段 严峻的中考压力 将教育指向了 为分数的升学考试 为了考入所谓的重点高中 大部分的初中学校 压缩教学进度 三年初中课程 两年半级上完 孩子们提前备考 严重的校外补课 使得休息时间被大量挤占 而中考对历史 音乐 美术等 复刻的轻视 也让本应属于孩子的 复刻教育时间被占用 造成了孩子们世界观 人生观和综合素质教育的缺失 好 那么取消中考 是不是说素质教育 就能够得到落实 听听杨益 如果单一取消中考 不一定素质教育得到落实 但是不取消中考 绝对不能做素质教育 绝对不能落实 而且愈也愈了 压缩的孩子们 都已经变成只有那三个概念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中考早取消 比完取消更好 但是要有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不仅仅包括 中学配备的措施 还有高考方向的 我们高考都告诉你 你搞那个职业中学的 职业学校的 就是二等人的话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所以我们要把高考 中考同时要改 但是中考真的现在 成了最核心的观点了 因为大家都挤这一块了 高大学稍微放松一点了 在这里面他提出来说 占用了对中考对历史 音乐美术等副科的轻视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在厦门历史是参加考试的 这一点上大家如果说 一定要通过教育 通过考试来求得 说素质教育提高的话 那历史这块是有的 而音乐美术我们知道 很多孩子在音乐素养 美术素养的提升 根本不是在课内的 而是他还没有进入学校 甚至是在幼儿园阶段 他已经爆发出这个苗头以后 家长给予支持 然后在社会上的机构上 进行学习的 那至于说因为占用了 这一颗妇科教育的时间 而造成孩子世界观 人生观和综合素质教育的缺失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 对不起这些科目了吧 那实际上是不是在 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 这些课是容易被其他 所谓的主课挤占的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以厦门市来情况来看 包括督导市 包括教务处 都排课表的时候 这些课老师都是 按照你的量来上的 而且更重要的说 比方说以我的学校 我的学生为例 他们在初三的时候 非常希望能够上美术课 上音乐课 因为在紧张的学习当中 我将上音乐欣赏课 我得到放松 上到美术课 我涂鸦 我得到一种放松 这是一种效果 但实际上是不是有被挤占 或者说在复习 这个主课的时候 这些可能没有被重点复习 问题的焦点 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复课 问题是在于 全部在集中那几个学校 其他的学校就成二类学校了 这个压力在这摆着呢 你不是说我这个学校 增加了美术课 我就是处理教育了 而是所有的人 都在冲这个学校 考这个分担基金这个的时候 我就放弃别的 或影响完了 所以厦门的好学校 不能只有几所 应该有很多 很分散各自特色 他那个学校 可能是美术为主的 他那个学校 可能是医学为主的 他那个学校 可能是足球为主的 为什么他就不是好教 你那就是好学校 你这个整个教学大纲 可能自己变了 当然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 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取消中考 促进素食教育 是不是可行呢 有一梅夏西州 他说如果取消中考 那上高中的依据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谁能上高中 谁能上好的高中 没有依据了 那锦三日说 可行 从低处减轻负担压力 也是一种减负的好办法 既然高考总是要存在的 就把压力往上提 为初中生减负 如愿说 我们提倡了很多年的素质教育 没有很好的落实 不能不说 中考就是一大阻碍 如果能够实施 12年义务教育 当然能够让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取消中考是必然趋势 好 再来看月亮姐姐的说法 取消中考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就没有压力 到了高中 自然也就提不起学习动力 他担心取消中考了 大家的学习动力 也就随着慢慢慢慢地消失了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互动平台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超木墙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再一个问题就是 取消中考 对于初中生来说 对于初中生来说 是不是就能够减轻 他们的学习压力 一定会减轻压力的 因为对小学生 对于中学生来说 毕竟属于那个未成年人 他的眼前呢 其实就是看到 眼前的这张卷子 如果考的话 明年考什么 我今天读什么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从小到大培养出来 或者说他有意识的观念 而今天那种说 我不用考试了 他的压力一定会减轻的 我们可以倒推一下 以现在的小学生为例 那小生初是取消了初中的入学考试以后 他们的学业压力远远小于曾经靠择优入学的时候那些学生了 这个是压力一定是减轻的 那么从此 那我们这里面讨论的是 他减轻了压力 是不是他就有时间去进行素质教育了呢 这可就不尽然了 因为有更多的学生 我们会看到说 包括现在特别是电子设备 电脑的如果家长 如果没有把家庭教育这块跟上 或者社区没有把这个社区教育跟上的话 更多的孩子变成一种什么 就是停留于写作业 写完作业以后 回家就玩电脑玩手机 反而还不如从前 你担心的是在校外这些时间 他是不是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 然后呢都拿去比如说打游戏 那如果在学校的时间里面 多给他进行一些这样的素质教育呢 那课外当然本来就属于家长 要进行这个家庭教育这一块的内容 如果在学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主导思想的话 一般来说学生也是欢迎的 但是可能碰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要 反而是家长 也就在家长不得已的情况下 让学校对孩子进行这个 素质教育的这个强化过程之后 他们很快的就寻找校外的一些辅导机构 让孩子呢赶快去补足相应的这个知识 因为他们很非常清楚 如果是取消了这个中考的话呢 高中的很多知识是需要初中的知识来做基础的 初中没有把这份知识打得很扎实的话呢 高中到时候要补就来不及 相应的都一起改革嘛 所以说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会紧击压力 我说是面上来说可能紧击压力 但实际上它是压力的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体现 是一种压力的一种转移 好 请你洋医 所有的压力的来源于就那个几个名校 如果这个名校也不存在了 对吧 大家也不争论起到那个名校了 对 就没有名校了 你去那个学校反而不是名校了怎么办 所以你有了名校有了幼儿的话 那个取消中考不等于取消考试 要特色考试 你这个学校可能就考外语 外语学校特等 那个学校可能考一些基本知识以后还要考足球 对吧 那个学校可能考音乐 这样把大家分散开来 大家就走各自的发展 那既然你说到特色 那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考试特色 你怎么办呢 不一样 考试特色不叫特色 那那哦 考试我们不能变成一个考试的工具 要这样取消所有中学 就开一个行动方案 开一个能够跟托付考试对战的考试 所以要把这个这个系话很不现实 还必须尊重这个基础教育 最统一要求的一些学科的一个基本培养 所以说这个政权委员在提出建议的时候 不光说取消中考 不是光一样 还有各种配套的东西 都要你感觉 包括教师 校长 要流动交流等等是吧 好 我们先上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来关注 取消中考 促进素质教育 是不是可行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 Talk 今天我们在关注的是 一位政协委员提出了建议取消中考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其实在这位政协委员提出这种呼声之前 那么在这之前呢 有人大代表也提出过同样的一个建议 我们再来看这片 取消中考推行高中阶段的全免费教育 并不是一个新提法 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 就曾连续在2014年和2015年的两会上 提交过相关议案 在他看来 高中教育的发展程度不均衡 一方面使教育资源向少数高中倾斜集中 产生超级中学等现象 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比小生出更为激烈的择校热 而在2010年起就取消了统一中考的云南省 也早有政协委员建议彻底取消中考 因为统一中考取消后 为了测试学生的综合素质择优录取高中新生 反而使云南的中学考试科目 从7科变成了11科 好 其实呢取消中考 我们再讲的是指的取消统一中考 那取消统一中考 是不是效果就可以了 就有了 那么云南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取消统一中考还不够 应该彻底取消中考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说高中变成了就近直接入学 也就是不要中考 再配合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 就可以逐步缩小区域校际城乡的差距 让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得到均衡配置吗 是不是就可以做得到了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 但是很遥远 首先一个现象是什么 是目前就全国来说 初中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个实施 都还没有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效果 那高中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不要说远的 就说怎么样 我们厦门 厦门的这个几个优质的高中 多半都集中在岛内 有没有 那么在如果是按 高中也是就近入学的话 那岛内的当然很欢迎了 可是祥安的学生怎么办呢 祥安没有多少高中 更谈不上优质的高中 那祥安的这个孩子呢 他们怎么选择 他们选择空间就非常有限 好 按您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就近这个进入高中的话 那么 真的这个学区房的概念 可能就更加会出现 因为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就近选到所谓更好的优质高中 所以那个又会推动这个新的一轮学区房的这个火爆 首先你要取消重点选校 小一校 你要不取消重点选校 你取消中考是没有用的 你名誉上可能取消了 但是呢 可能实际上大家还是认内取消取消 他认你要调整 要政府就打散打掉的就干嘛 资源重新排斥 重新排斥 然后变成特色选校 也做不到 我反对就近入学 高中 我既反对中考也反对就近入学 因为他孩子已经开始走则他的色色化了 但是你政府干得到干不到那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做到 你现在不去做光解决中考也不行 还有第二步 要把所谓的名校更扩大化 更多 然后一百个名校的时候 大家还需要吗 我各自走 我各自都路 当那时候就可以就近了 对啊 为什么他这个艺术研究院的教授说怎么样 他的孩子 比如说他认为有很小的苗头 已经画了家的苗头 就逼你去考试 你不去做画画去了吗 所以你把他压死在那边了 我觉得 好 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意见 阿杜说赞同取消中考 但不是马上就取消 要设计好取消后的后遗症的解决问题 不要这个问题没解决好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要考虑全面 董大说取消中考并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不可以考定终身 而是要以一个人的整体素质来考核一个人 才不失公平 红帮主说不可行 综合素质的评价存在人为因素 还是分数最显公平 的确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素质这方面的一个评价 的确很难掌握 白水牛一说取消中考将打破一个以分数定天下的格局 让更多的各具具有各方面特长的学生 都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好 那么这个素质教育给学生减负等等这样的说法呢 可以说喊了很多年 但实际上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 那近日出台的2016年福建省基础教育工作要点中 透露说将研制中考中招改革方案 按照教育部的相关指导意见结合我省的实际研制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还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还有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改革实施办法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各位觉得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提升素质教育 第一个我是看到这个福建省的这样一个措施 它比起云南来说做得更为稳妥一点 它既有减轻负担的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也保证平稳的一个过渡 那么就这个情况下来说 我想素质教育仍然是我们必须要 很好的去捉摸的 也很好的促进的 在没有完全取消中考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那么其中就我来讲的话 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提出这样一个什么取消中考 但是我们不妨在取消中考的 另外再做一些文章 比如说调整一些考试科目 比如说我们厦门有八个学科 包括一个体育 那就九个学科的考试 其中除了这个体育是必考的三十分以外 其他的学科可不会用轮考或者是抽考的方式 尤其是比如说您到了中考前的几个月时间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然后由电脑随机派会 那么今年只考 宇树英只考一科 或者是李华生是地震只考一科 那么学生就可以很大的误导 第一个就是高考取消审考 不要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 高考 高考恢复审考 不要参加全国的高考 那么这样中考也就可以不参加审考 只要市里面命卷 这样的话能够凸显地方特色 最重要的是比方说那个卷子当中 我对于厦门的文化知识了解多少 而参加审考的话 则没有这一块的内容 第二个呢 我觉得说对于学生来说 要多组织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如果一个星期不去进行文化课的学习 比方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劳动教育 这些呢说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现在不是说学校非常担心 只要组织学生出去就怕担责任吗 所以啊 你要改变这种呢 第三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一定要改 如果你教学内容没有分层次 或者说教学内容不改变 你最后教育评价什么都是白费的 我们要改变我们现在的人才观 还就是那一套 而且我们全省统一 全国统一 这就是错误的 要分散化 要特别的分散化 怎么叫 怎么有利于素质教育 各自特色 不是说简单的素质 都是素质 但是要特色 而不是变成只有那三所学校是素质 其他人都不是素质 就完蛋了 所以要分散 取消省敌同考 由中学自己去考 但是中学要打散 要方平化 对吧 如果在方平化还不行的情况下 怎么办 那前多少一百个学校留 前五十个学校留 然后随机嘛 你不懂得分配你的资料 我现在有随机办法来的 而不能这样 一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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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选几万学生 就集中那几个学校 他们是有素质 我们都没素质 那那个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这块呢 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素质评价体系 不是你政府来搞这个东西 就成统一的评价体系 我这个学校里头 爱皮足球就不是素质的嘛 体育特色 对 各自学校 音乐特色 我支持你学校发挥你的特色 外语学校一定调一话外语 你不能去考试考别的去 对吧 当然别的也要跟上 现在一个很大的瓶颈 就是素质教育的评价 很难以 难以怎么样 难以打标 你帮我拿下 你帮我拿下 我帮你教育 你帮我拿下